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成立典礼 11月18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及香港文化艺术界代表等约1000人到场出席典礼 据悉,自2008年以来 已有近300位香港文艺工作者 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各地文艺家协会 香港文艺界于2019年发起创立了香港文联 并获中国文联及国家相关部门支持 会长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马峰国担任 香港特区新政长官林郑叶娥在场致辞表示 香港文联致力促进香港文化艺术发展 增进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 他相信香港文联的工作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我们会继续加强和大湾区内不同远线的沟通 更加积极和远线营造一些新品牌 为本地的艺团提供更加多的演出机会 香港文联的成立将能够进一步 从不同的渠道推动香港文化艺术发展 和增进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合作 香港文联核下的团体涵盖多个不同的艺术范畴 他们将可以加强跨界别的合作 为文化艺术界创造更加多的发展机会 香港中联班副主任卢新宁致此表示 香港文联的正式成立是香港文艺界的盛事 他希望文联的各位成员可以共同思考 如何做中华文化的创新者 做社会人心的弥合者 以及做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在座的群衔还有香港文年的三百多位成员 构成了今天香港强大的文艺气场 从他们的作品中 可见香港文心朗朗 更可见中华文脉昭彰 中国文年被称为全国文艺工作者之家 我觉得那个香港文年 就应该是香港文艺工作者之家了 相信这个家的成立 能够给湘江文坛 带来新的气象 马峰国致此表示 要实现香港和内地更好的融合 除了经济协同发展外 更重要的是 优化普及传统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 使两地文化共融 民心相通 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 而这一使命就落在文化艺术 和教育工作者身上 香港文联成立之后 将会积极地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是充分利用中国文联的既有体制优势 对接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 他们都具备的文联架构 让香港的艺术家 在内地的每一个角落 无论是进行彩风 创作、展示、演出和交流活动 都有可能可以得到支援 一方面 我们会大力推动两地的文化交流 引进高端的文化资源 而另一方面 也会组织香港的文艺工作者 参与全国性的评长 学术活动和工作交流 去开拓艺术家 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合作平台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署理局长陈白礼 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李秀横 13届全国清联副主席霍启刚等 也出席了当日的典礼活动